照顾身杖怨生35年的德国籍宣教士顾美玲 在华联毕师大教养院荣退即将返回德国 在4号举行的荣退感恩礼拜 除了县市首长出席 包括了怨生员工地方社团都出席表达感谢 为顾妈妈带来歌舞表演还有说不完的感谢支持 未来则将由吴敏文宣教士接任董事长 期盼可以更多三星人士持续给于毕师大教养院支持和协助 华联毕师大教养院71岁德国宣教士顾美玲董事长 照顾院内许多中重度生长孩子长大 这位孩子们口中的顾妈妈在11月将退休返回德国 院方4月为她举行荣退感恩礼拜 除了县市首长等贵宾出席 院生也带来用心真挚的歌舞表演 这是真的上帝派国的一个地方 他要我在台湾在这里复食他 刚刚院长说我很爱这个地方 我真的很爱台湾 我很舍不得离开花里 我很舍不得离开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同工 因为我的一个原则是 我不想就是来这里当选教士方法 我要跟你们大家一起生活 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这有很多的家庭 我们认识我们有的同工 我认识他们说 还没有结婚到结婚 现在跟阿嬷 所以我都是一直陪着他们这样子走 所以这个地方会永远在我的心里面 有一个孩子没做 他说不小心你的心里是那么大吗 我说不可能啊 我要起用 他说那这样吗 我说你没有把腿来 我说你要做什么 他说你帮我放进去啊 我跟你一起走啊 所以让我每天一方面我笑他了 我觉得太可爱了 一方面我心里面很感动 我就是先不去调研队一下 可是我没有办法来你们回去德国 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抱着不知道来到台湾会如何的忐忑心情 到最后希望让怨声有个家 让更多人看见怨声的价值 心里充满感恩 顾美玲表示 上帝听见我的祷告为我安排了接班人 因为志工的安排来到了教会 两人因此结缘 顾教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 我现在在这里一年 然后他教我很多很多东西 很耐心地教我 我要谢谢你 然后我看到你是一个很爱必死大的人 真的我看到你很爱小孩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两个一样 我们很喜欢身心更爱的小孩子 我觉得他们需要我们的照顾保护 所以我们以后我会继续 爱你的小孩子 然后 谢谢大家 一定要啊 孩子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他会爱我们必死大的孩子 跟我一样 顾美玲回忆到花莲的那天 天空出现美丽的彩虹 坚定了她服务奉献的信念 35年过去即将回到德国 仍会抱着退而不休的服务精神 未来必死大将由宣教士吴敏文接任 德国美因此天主教大学社工系毕业 曾在德国及中国从事社福工作 奉派来台将传承顾妈妈的精神 继续用爱照顾必死大身心障碍院神 记得蒋方艳华林师报导 不信任何开心 请不吝点赞 cz